如今的倪大宏可以说不光有演技 而且还有流量 但很少有人知道 他确是一位新二代 而且他的父亲在当年还是大名鼎鼎的演员 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倪大宏的父亲 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 那是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期 一个充满朝气的小伙子 报考了松江话剧团 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专业话剧演员 这个小伙子就是倪正华 也就是倪大宏的父亲 自幼喜爱电影的倪正华 第一次接触到了话剧 但与电影不同的是话剧不能剪辑 无法重来 没有远近景 这使得倪正华不得不刻苦练习台词 总母舞台表情 慢慢地练就了话剧演员该有的能力 1954年来到了更大的舞台 加入黑龙江话剧团 在这里他的表演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期间出演的角色 有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里扮演列宁 甲午风云中的丁鲁昌等等 1957年已有多年舞台表演经验的倪正华 调制刚刚成立的哈尔滨话剧院 也成为了这里的台主 参与创作和表演了很多话剧 如在赫者仁的婚礼中的必可以私家 清宫外室扮演李莲英等等 还应在话剧踏着沉光前进的人们中 扮演大老舟 而获得东北文艺会演的表演奖 沉寂了十几年之后 在七十年代末期 倪正华也恢复了演员工作 在1979年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大营物角色 在长燕指导的保密局的枪声中 扮演反派张仲年 这是一个老奸巨华 两面三刀 杀人不眨眼的保密局特务 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倒是抓了不少 可是工人照样罢工 学生照样上街 我们总要找个上策来对付共产党 这上策就是设法破坏共党的组织 需要拟定一套二线工作计划 使上海沦陷后绝不能让共党太平 刘孝晨 我不能不佩服你 可现在你还有什么本领 正是成功演绎了这个 与自己性格反差巨大的角色 使倪正华斩获长营小百花奖 转年参演以红军长征为背景的电影《大渡河》 片中扮演大军阀刘军 魏高三 根据侦查报告 共军动员民服上千 在大渡浦赶扎木房 看来姬主力在大渡浦舵河是确定无疑的了 共军可不是十大开友 我们也不是清兵 老兄 导安顺场 必须经过大梁山 红军要想闯过去 不死 也拔他们一层皮 出演描写农村婚姻与爱情的电影《花开花落》 片中扮演富农刘三 从你妈我俩的心里来说 能攀上一门子成分吃香的高枝 还能不高兴吗 这个事啊 他俩就是烧香起事了 那也得看咱之书的 哈家伙 一村的大拿 全县的老母 上北京城吃过国宴 那可真是关上门吹喇叭 名声在外的人 他能愿意跟我溜三 结成儿女亲家 他爸爸从小就对他管得严 他把他爸爸当成活神仙 连你都没有硬心肠 跟我这个丢人的爸爸分手 他就能跟他那光荣的爸爸绝情 1981年参演乡村题材影片《春归红楼》 扮演县长杨健 我喜欢现代画 严谨摊怎么个画法 有什么打算 对下户搞服业 有什么想法 就让社员们在这种土地上重庄家吗 你既不治理严严谈 又不让夏虎搞副业 一个劳动日才八分钱 你还让社员们活不活 你这个洞房里什么都有了 什么也不缺 我看你缺少的是得 1983年出演战争电影《哈尔滨大谋杀》 片中实演反派人物杨南 该片在1985年上映 我历来主张男人要闯女人要浪 哈尔滨要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先锋 这里人称东方小巴黎嘛 我们有条件把它建设成西方那样文明的城市 1987年出演《潘红》 江文领衔的末代皇后 片中扮演大太监李长安 凭借这一角色 再次获得长衣小百花奖 孩子一生起来就死了 多嘴 请 你去办吧 是 是 孩子一落草就死了 别叫皇后伤心 就说活着 送给人家了 皇上派奴才 伺候娘娘出来买东西 奴才怎么担得得起 娘娘 之后的倪正华还担任黑龙江省电影家学会副主席 但在荧幕中再也没有见过这位老演员 有资料显示倪老已去世多年 但这并不是官方消息 倪正华是专业的话剧演员 出演的荧幕角色不多 但个个鲜明 如今倪大红也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而且还是青出于蓝 但在她的演艺道路上 必定有其父亲的言传身教 这才成就了今天的老戏骨 如果您还了解哪位老演员鲜为人知的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我 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算 打算 感谢观看